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的人他要捕鱼啊 或者捕野兽的时候呢 用罗网来捕 你看这个梨挂 它是外面实的 里面虚的 可以捕东西的 把它连起来的话就变成一张网了 那么天火同仁 天下有网 把很多人网在一起 所以变成同仁了 就好像我们说同学啦这些 同仁从这边出来 那么 我们现在就念一下他的挂词 同仁于也 横 立社大川立君子生 来了 立社大川第二次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前挂 我再说一次 凡是立社大川的挂 它不是有前挂就是有迅挂 因为天代表刚强近见的动力 迅代表风 有风的话你要度过大川就有可能 在中国我自己是没看到 有朋友告诉我 他说有些河流交汇的地方呢 有人就盖一个亭子 亭子上面就写两个字 叫做立社 代表这一方可以复合 有个盖个亭子写一个立社 它不用写大川 因为前面就大川嘛 我何必再重复呢 这些两个字 但是非常伟妙 中国念书人这个也是很有幽默感的 但是很多人没念书看不懂 什么叫立社 好 那么第一个 同仁以野 特别注意野这个字 交野 为什么要在交野呢 因为你在交野的话呢 你看啊 在交野矿原之地 圆聚合 没有任何私心 什么叫天火同仁 天下有火 啊 代表什么 任何也代表太阳啊 就是 太阳那么大 在天理下 你不会有 这个 寻思舞弊的机会 你跟别人要合作相处 一定不能有私心 一有私心 你就会偏爱 谁谁 那到最后呢 就很难 同心同德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同仁 光年化日 光年化日四个字 正好是这个挂嘛 看到没有 上面光天 底下化日嘛 天火同仁 啊 光年化日 所以呢 就是你只要聚合众人 就可以不畏选 选足 可以坚持原则 我们看他的叹传 叹约 同仁 柔德慧 德忠 而应乎 前 约 同仁 同仁约 同仁于野 亨 绿色大川 前 秦也 文明已见 忠正而应 君子 正也 为君子 为能通天下之志 特别注意 最后这句话 因为最后这句话 在后面的戏实传呢 也出现过 只有君子 能够通天下之志 我们看到志 这个志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啊 不要通话 讲成志向 哪那么多志向呢 志就是心意 你有什么心意啊 你心里想什么啊 就是志 我们说这个志的结构啊 是心为志 是就是念书人 念书人有什么心意 有什么想法 就是志 所以君子为什么能够 沟通天下人的心意呢 因为君子他没有私心 你只要没有私心 你可以普遍的对大家好 就没有问题 我们看这边哪个是主摇 你一看也知道 主摇应该是六二 因为柔得位得中 他一定是六二嘛 他得到位置 又得到这个 这个 其实天火通人 不用说也知道 他是五个阳 他叫一个阴阳嘛 一定是柔儿 所以这边就是 一乎钱 就是所有的这个 钱也代表阳阳了 都要跟他这个配合 也代表上面那个钱挂 跟他配合 你看他特别提到文明一见 四个字 文明就是底下的篱卦 篱卦是火 代表文明 上面是钱挂 代表见 所以很多时候 他就用四个字 就把两个卦 融合在一起 中正而应 中正而应 当然是九五跟六二的正应 君子正爷 这很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他的大象 这么说 象曰 天与火同人 君子以内族变物 内族变物呢 就是要归类族群 分辨事物 为什么 因为天下有火大方光明 这时候我们就分清楚 什么跟什么在一起 因为在《易经》后面也提到 方以内族物以群分 就这意思 但是什么叫方以内族物以群分呢 也有人说这方之应该是人 人以内族物以群分 其实规定如此 我们将来看到西子传的时候再说吧 那么现在我们看他的内容 第一个 初九 初九 同人于门 吴救 相曰 出门同人 又谁救也 好 你看他的相 这里就特别值得注意 出门同人 他的谣词本来只说 同人于门 但是请问在门内还是门外呢 他后面就说 出门在门外 为什么讲门外呢 因为初九还是原事 还不是大夫 还没有家 没有家就没有门可言 所以初九的位置 为什么说他是无救呢 你出门跟别人 聚合众人 又有谁来给你责难呢 对不对 我没有私心嘛 任何私心你只要把他放在外面公开 就没有问题 你说 辟事逆谈 这就有问题了 私下交易 当然不好 第一个字是 初九 没有问题 六二 同人于中 令 下约 同人于中 令道也 令这个字啊 可以翻成责难 也可以翻成 必令 必弄 就你这个人啊 心胸太窄了 只对自己人好 为什么提到中 因为六二是大夫的位置啊 已经有自己的家 大夫有家 有家就有门 你关起门来跟自己家 家里面家族的人啊 搞怪气 有利益 大家自己家人分一分 那别人怎么办呢 你要看啊 一个话代表一个天地啊 在一个天地里面 一个格局里面 五个羊瑶都希望 跟你六二建立关系 结果你六二呢 只跟九五去正印 等于是你六二 只顾得自己同中的 有关系的人 叫做令 令代表 我们有时候讲令色了 小气了 都是相关的字 就是你格局太小 你这个当主瑶 我们还是要批评你 所以六二有时候 这个是很少 看到六二有问题的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当主瑶 反而有他的问题 好 我们看九三 九三 福荣于莽 升级高龄 三岁不清 下一个 福荣于莽 狄冈也 三岁不清 安行也 九三是在草莽中 埋伏食品 或者登上高龄 沾望 三年不能发动攻击 这在讲什么呢 这边所说的 我们看一下 九三这样下挂离中 你看他就会发现了 经常会有战争的情况 都是跟离有关 离就是火嘛 我们常说战火燎原啊 并且离也是歌兵 也是甲咒 歌兵跟甲咒加起来就是你作战的装备啊 所以这边就出现了 因为底下三个窑构成的是离挂 离挂本身就是甲咒歌兵 所以九三就映出来了 那他为什么说在草莽中埋伏呢 你看 六二九三九四是一个户训 户训就是 我们的覆墓吧 你在草莽里面埋伏着 你在最底下你埋伏着啊 或者通常高龄张望 为什么通常高龄呢 是因为你跟这个上九 这个是你是 虽然是不硬哦 但是在这里面反而可以配合 为什么 因为大家同病相连 都是想跟九二大关系 但九三显然是没什么希望 为什么没希望 因为六二喜欢九五 这是天经地义嘛 我六二跟九五正硬啊 那你九三想跟我六二好 这个不容易了 就是你这个只能长在那儿 你登上高桌到上九去的话 也没用 三年你不能采取什么行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三年怎么说的 三年我们这边看 有的时候是上面有三个窑 上面有三个羊窑 所以他不行 事实上呢 从二到五呢 三个位置 所以可以说三年 所以九三上面三个羊窑 你说他三岁不行 这也可以说得通 因为羊窑代表 这个实在的 他不是虚的 所以这边说三岁不行 你九三上面三个羊窑 你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要对付的九五啊 他的力量比你大 他跟六二正硬 所以这边讲的完全是配合 五个羊窑要争取 跟一个六二建立关系 那这边是同人嘛 既然是同人 大家要互相建立关系 要合作啊 那但是你六二子跟九五好 害得别的羊窑呢 都有一些压力 你看九四也想打仗 我们不信念 九四趁其雍 福克公吉 下约 趁其雍 一福克也 其吉 则控而反则业 所以后面的下约就解释得很清楚 九四登上城墙 却不能进攻吉祥 九四为什么不能进攻 因为九四想进攻谁呢 当然是进攻九五吧 对不对 因为九五跟六二正硬 九三跟九四都受不了 所以他们两个都有战争之下 那九四为什么 他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 九四在护训的最上面这个位置 训斥神之为高 有城墙之下 所以你看到城墙的时候 就要想到 这跟护训有关 所以说他趁其雍 等于是在雍旧的城墙 九四上林九五 为一强之格 也想于九五争夺六二 所以想要进攻 那九四以杨瑶居柔位 自己也为了中正 在道律上就不能进攻 他的吉在于什么 控而反则 遇到困难 就返回到法则上面 九三为什么跟九四不同 九三是杨瑶在岗位 他斗性太强 非打不可 所以九三在这边就三岁不行了 九四不同啊 九四知道说我是杨瑶在柔位 我阴阳一调和的话 力量就缓和了 他不是非打不可 他一看打不过九五 那就回到我自己的路上 所以就不会有过什么问题 所以后面还说急呢 九四 因为同仁挂嘛 当然何为贵啊 没有必要去真正的这个斗争 那看九五了 九五就很生动了 我们先念 九五同仁先嚎嚎后而后笑 大师相遇相悦 同仁之先以终止也 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他是聚合众人 先是痛哭后是欢笑 大部队能够会合 他为什么先痛哭呢 因为九三跟九四想跟他抢六二 害他紧张得很 因为他们比他近嘛 后面就开始笑了 为什么六二还是跟他建立关系 他们正硬啊 大部队能够会合 等于是他把这个羊瑶全部都整合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 这边很有趣 为什么先哭后笑 这边就要仔细看一下我们解读里面所说的 看文字会比较明确 这个卦多次提到战争 尤其是大师的师 是军队的意思 不是今天讲大师 是军队 为什么讲到大师呢 各位看一下 因为同仁卦是天火 师卦是地水师 天火跟地水 两个形成变卦或错卦 就是六瑶界变 这个解释又远了一点了 当你把同仁卦六瑶界变的话呢 就变成师卦 师卦就是战争 就代表军队 那么底下说 先嚎啕而落笑 因为开始的时候呢 你看到底下是一个护训 训代表风 风代表嚎哭 哭的时候声音很大 跟风一样 那么最后呢 你孩子赢了 所以你孩子笑了 所以哭怎么来的 很多人问 这嚎啕大哭 这怎么来的 是因为九五跟六二想要相应啊 但是他被九三九四挡住 他往下一看 底下又护训 风声呼呼 跟哭声一样 所以等于是九五他先好逃 后来发现呢 没什么好哭的 因为六二上面呢 也是一个两个前挂了 九三九四九五前挂 上面又是个前挂 他本身实力很够 等于是大军队会合了 可以特相遇 所以他后面的笑呢 就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你一定要说 九五为什么会笑 你非常清楚不可 那还是老方法 各位想想看 把九五改成六五 你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护对 对话不是开口笑吗 看到没有 又讲通了 所以就是让你找答案 找理由 给你答案 让你把理由通通说出来 这就是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帮助你 现在沾挂的时候呢 你自己去联想 他这里为什么先哭 为什么后笑 他这里要怎么变 这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了 好 那么这个是西字传 我们看一下 在西字传上呢 公主这段话说得非常好 他提到 君女之道 同人先皇陶而后笑 子曰 君子之道 或出或蠢 或莫或语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 其秀如来 这话太好了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注意力哦 这个力是厉害的力哦 不是那个力量的力哦 这个是原文 一定要记得 不要弄错 因为你平常有时候写字的时候 就写的力量很大 可以把这个金属给切断 不是 接着 同心之言其秀如来 同心的朋友们 所说的话 它的味道 就像兰花那么芬芳 真的 好朋友在一起啊 有时候他话说出来都觉得 真是这个 很 很开心 很值得回味 但是 仇人相见的话 他一说话就很难听 都是骂来骂去 那么所以这次讲到同仁 这段话特别好 也是很多成语啊 在后面都有出现 所以九五没问题了 看看最后同仁怎么结束呢 然后上九 恭喜你 上九 同仁于骄无悔 上约 同仁于骄 智慧得也 骄 代表什么 骄比较近 也比较远 这个地方呢 上九就同仁于骄 没有案 不管是骄还是也 都不是室内 只要不是室内 你跟别人来往就没有实心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要了解 一个话 最主要先看 看他挂项 挂项告诉你之后呢 说这是同仁挂 那你就要掌握什么原则 掌握这个挂的性格 在同仁挂里面就要特别想到 大家都不要有私心 但是你六二是祖遥啊 有时候也不能怪他 他跟九五正义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放弃呢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公无私啊 但你难免就会有些人特别投缘 那你如果是普通的 一份子的话比方没关系 你跟谁投缘 大家在一起 如果你是领导就不行了 你是领导的话 你对谁特别好 那别人一看就受不了 就马上产生各种纷争了 所以这是图仁挂给我们的记忆